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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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新盤 像街市一樣 人山人海 你還要抽票 還要把乘客 不是說你有錢可以買的 是看看你夠不夠 夠不夠彩 拿票才可以讓你買 是的嗎 挺誇張 是不是全世界都沒這樣 只在香港才這樣 全世界都沒有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購買力 香港的確很強勁 實際上買物業的人 是對香港最有信心的困難 買了之後不容易賣走 要養好它 很多年才能成效 但新樓盤在香港很聰明 新樓盤很聰明 而且買新樓的人 覺得值得就去買 覺得不值得就沒人來 你看到新樓盤出 如果有些人說我高於市價兩三成 我跟他們說買不到 市價同意收樓同價就買得到 意思就是你賺少一點 地產商賺少一點 每一件事你們女生最厲害 都買得到很便宜 因為這些東西都買得到很便宜 都買得到很便宜 都買得到很便宜 排隊都不介意了 我覺得就是新樓盤 這是發展商買樓的手法 就是給他們一個讚好 而且在地產商 因為很多地產商都擁有很多地 包括農地 我相信他們可能在保地家裡 是容易會便宜 即是樓價便宜 但保地價便宜 可以便宜一點 做生意的人 殺人的生意都有人做 接本生意都沒有人做 所以我覺得 實際這個好機會 實際好機會去買新樓 我說人不是叫人不要買樓 如果你是買新樓的 我都會覺得你好 如果抽票就收到 但如果在街上買樓 我為什麼叫人不要買樓 例如我來做地產 做投資者 如果我買得到我的樓 買得到我的物業 就是我手上組合 最差的東西 換句話說 我留在袋裡 我那些就剛好貨貨 或者我又拿出來 然後提供 沒錯… 反正你今天去買 是 就是人家最差的物業 例如你今天買一層物業 一個世界樓五百尺 業主有五層樓 他有五層樓 他買一層出來 他不可能買一層 高層方向又好出來 他在五層之中買最差的 最差的層出來 你買人最差的層 對 你會說不定他 你明明這個意思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